AudioJungle 白居易的岁甲妹命酒赠州判官,消息率中的这句诗,用白话翻译就是,我爱休息不爱干活,春节放假很勤,正合我的心意,其实,以前的人们也跟我们一样,对春节放长长长长长长,甲有深深的执念,那他们是怎么放假的呢? 古代春节是哪一天,春节在古代不叫春节,而叫岁首、元日、征旦、新年、三元等,历代春节的日期并不一致,夏朝用孟春春季的首月的元月为征月,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征月,周朝开始将岁首叫作年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规定以十月为征月,汉武帝时期以夏立农历征月为岁首,年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, 以前的春节是怎么放假的?唐朝,我们竟然按单双号休假,唐玄宗李隆基颁布的红头文件,甲宁令中写道,元正,冬至,各几假七日,意思是说,春节放假七天,冬至放假七天,一年里有这么两个黄金周,唐朝春节是按元正前后各三日放的,以大年初一为中心,初一之前放假三天,初一之后放假三天, 加上初一,刚好七天假,值得一提的是,有的人是可以提前休假的,例如四叔先生和学生,一般辣月二时就能放假,正月二时才开课,放假整整一个月,但到了唐德宗李阔代任的时候,春节期间照样上朝,大臣的教区,他说,那按单双号吧,单号上朝,双号休假, 于是,唐朝高层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,腊月二十八放年假,腊月二十九上班,大年三十继续放假,大年初一接着上班,初二又放假,初三又上班,宋朝,我们只放长,假,在宋朝,春节放假七天,一般是大年初一前后各三天,元宵放假七天,加一块接近半个月, 此外,宋太祖赵匡音的父亲腊月初七去世,曾规定放假七天,宋仁宗的娘腊月初十生日,曾规定放假三天,宋真宗大中祥福元年,因传有天书下降人间,真宗下照定正月初三日为天庆节,官员等休假五日,这样算来算去,从腊月到正月,有好几个长假,上不了几天班,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,还有像特殊服务, 每年腊月二十封印,停止公务,回家过年省亲,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,赶回衙门开阴办公就行,如果你是首都高级公务员,初一则不得休假,不能请假,因为要去给皇帝拜年,宁朝,春节长假是什么,别问我们,朱元璋建立宁朝以后,逐渐削减甚至取消寻休止,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,即春节, 冬至和皇帝诞辰,各休息一天,后来,因为遭到大多数官员的反对,又增设了个寒假,从十二月起开始放,为期一个月,朱元璋死后,假期逐渐增多,增加了三天月假,再加上元旦,元宵,中元农历七月十五的,每年休假有五十多天,到了清朝, 公务员的黄金月又回来了,冬至,元旦,元宵三个节假,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挂通,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,但是,长假期间官员仍要不识,到其官署处理必办公务,涉及司法的事务更是不能停止,民国,不准放假,敢放假就处罚,民国时期,南京国民政府宣布, 自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起,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力,废除农历,把一月一日叫做新年,政府还规定,机关,学校,商店,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,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,实行严厉制裁和处罚,但是,因为民间习惯使用农历,袁世凯上台后,把农历正月初一,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,到了一九一八年, 北洋政府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,终于开始允许春节放假了,一九三四年初,南京国民政府,停止了强势被除农历,从此,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,这样比较起来,我们的春节假期,虽然不是最有幸福感的,但也不是最悲催的,所以,不妨收起对春节假太短的怨念,好好珍惜这段时间,陪伴亲友, 过一个有意义的春节,来源,教育百诗通,编辑,雪莉更多节目